俄罗斯总统普丁接见俄罗斯奥运和残奥选手 面带微笑和选手合照 营造一切如常的景象 不过他随后赶行程和联合国秘书长会谈时 两人位置相隔的距离仿佛象征俄罗斯因为乌俄战争 与各国关系渐行渐远的窘境 普丁对奥运选手们的演说中 也不忘痛批各国际运动协会 拒绝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赛是荒谬的决定 虽然看似形成蛮党 但普丁生病的谣言依旧盛宵成上 普丁24号参加东正教复活节弥撒的影片日前曝光 影片中他不断摇嘴唇 双眼飘忽无神 引发外界揣测他的健康状况 甚至有乌克兰和俄罗斯反对派媒体 拿出普丁去年参加弥撒的画面比对 指出普丁在两段影片中 不论发型 表情 手上的蜡烛 还有后方的背景都一模一样 质疑今年的影片 只是拿去年的画面移花节目 上周普丁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会面 转播画面显示普丁脸部脖子浮重 略为驼背 右手紧抓桌子 似乎坐立难安 神态相当怪异 先前传闻心脏病发作的肖伊古 则是口齿不轻 紧盯着小超念出报告内容 两人的健康状况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欢迎新闻 刘敏轩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